此人毁天灭地的腿法 一脚就让对手安稳入睡 蛮不讲理的组合重拳 可以轻松摧毁对手的报价 将其打得晕死过去 如此恐怖的实力在日本无人能敌 于是在24岁他就来华挑战 在来华的三年时间内 连续击败了9位中国选手 被日本媒体誉为对华不败 号称是中国拳手可兴 此人就是日本不败拳王朝九玉贵 在一年后他又再次来华 为了拿到十连胜的战绩 于是就嚣张挑战抗日拳王朱帅 为了击败朱帅也是辛苦备战了一年 扬言中国选手都是他的垫脚石 会获得最终的金腰带 面对嚣张跋扈的日本拳手 朱帅也是憋了一肚子火 势必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朱帅是我国的抗日拳王 在22岁时征战东京客不被拳迷看好的情况下 暴冷击败日本第一的步步功也 一战成名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朱帅如何给日本选手上一课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几发 比赛开始后 日本选手率先使出高扫攻击 朱帅则是后撤进行防守 朝九玉贵以为对手怕他 于是主动压制上前 继续用高扫攻击 朱帅被激怒抡起拳头狂轰 瞬间将日本选手打得连连后退 朱帅乘胜追击 一记后手拳击中下巴 瞬间将日本选手打到在地 看得台下中国观众欢呼庆祝 裁判立即上前进行读秒 这家伙非常顽强 丝毫没有投降打算的意思 此时的日本选手非常着急 被朱帅击倒独秒了一次 这样就会压很多点数 于是这家伙就不管不顾 继续的上前压迫 高扫加百拳狂暴输出 奈何朱帅特别的灵活 躲开后简单调整一下 就抡起重拳开始反击 朝九玉贵直接就有点招架不住 无奈只能搂抱进行防守 但朱帅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直接使出接腿半摔放倒在地 此时在朱帅的火力压制下 日本选手有点难以招架 不停的后腿防守 丝毫没有赛前的嚣张气焰 朱帅则是乘胜追击 狂风暴雨般的重拳向脑袋砸去 这时比赛的铃声响起 双方打满了三个回合 朱帅凭借大比分点数优势 获得了胜利 给肖章的日本选手上了一课 让他知道肖章是要付出代价的 朱帅好样的为国争光 这次表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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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老公 孙刀 老公 隔 监 老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